欢迎收看105年9月15号的港都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的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 今天的新闻焦点 墨兰地台风来袭 40多万家户停水停电 市长陈菊除了请台电全力强修 尽早恢复供电之外 也请金发局和消防局 立刻启动送水服务 加速完成供水附电 强风造成高雄市 3000多颗路数倾倒 严重阻碍交通 市府全体总动员 出动机具和车辆 连接清除倾倒的路数 要在假期结束后的上班日 恢复原有的市容景观 开学后 肠病毒蠢蠢欲动 已经有22位学童感染 6个班级停课 卫生局前往前进公共托营中心 宣导正确勤行手 并表示未来一周是关键期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 木兰地台风横扫南台湾 高雄市灾情惨重 数十万的家户停水停电 市长陈菊今天一早主持 灾害应变中心工作会议 除了请台电全力抢修 尽早恢复电力供应之外 也请金发局和消防局 立刻启动送水的服务 加速完成供水供电 木兰地台风横扫南台湾 导致高雄市历经数十年 最惨重的灾情 市长陈菊一早就主持工作会议 要求各局处全力以赴 加派人力善后 特别是紧速抢通水电 减少民众的不便 我们一定要请台电 还有自然水公司 务必加速来完成 互电互水的工作 我们了解台电跟自然水公司 每一次的台风过后 承受很大的压力 当然这是市民大家的期待 所以我们也了解 你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非常的努力 不过市民总是期待很高 当然因为缺电 断电缺水 对生活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还是要请 我们的台电跟自然水公司 多多的帮忙 这场风灾造成高雄市 有44万户停电 49万户停水 陈菊要求台电及自然水公司 加速完成复电供水 灾后复原也要以理为单位 号召志工投入救灾 我想我们要靠公布人们的力量 没有办法应应 我们要以理为单位 来号召我们的理办公室的志工 结合工部门金方的资源 这样启动起来才有效力 除了高雄市区沾情惨重 高雄港也历经空前浩劫 不仅传出商船断览 码头掉避及货柜也毁损严重 海洋局强调会持续和港屋公司联系 将全力提供协助 都会及时去跟港屋公司这边做联系 回报这个相关的车力状况 高雄港这一次当然受损的商船 断缆的商船相当多 也飘移了 尤其是整个台船公司 所打造的14000TUNE的封鸣轮的部分 飘移的状况 也撞断了一些相关的起重机 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可能后续 还是要港公司这边来评估 相关的后续的复原和修缮的动作 这样子 经过昨天一天的抢修到现在为止 大概还有13万户的用电还没有完全恢复 那台电其实经过联业的抢修 今天也从中部调台电的相关统成 下来写资源 希望说今天入业以前 能够让用电恢复到九成以上 另外有关产业受损 市区景观恢复及预防土石流 淹水等灾情方面 陈局也在工作会议上 勉励各局处全力以赴 协助民众紧速完成家园重建 港督新闻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导 木兰蒂台风挟带的13级的强风 造成高雄市3000多颗的路数倾倒 严重阻碍交通 市府公务局和环保局全体总动员 出动大批的机具和车辆 沿间清除倾倒的路数 大家都牺牲中秋的廉价 要在假期结束之后的上班日 恢复原有的市容环境 经过强风肆虐 高雄市的街道满目疮痍 不是掉落的招牌 就是半岛的围犁 还有整排的路数连根拔起 有的就横躺在慢车道上 用路人得绕道而行 都是满目窗椅 就是落叶 折树 那个机车道的地方 都是树倒下来了 所以说感觉好恐怖 真的 有就倒到上面去 有真的还滑倒 我要慢慢骑上去 那个人行道上面再过来 这辆停在路旁的轿车 不幸被路数压到 工作人员先将路数断根 再把整棵树吊起来 还好车子伤得不算严重 整个先把它吊离开 然后放到旁边来 把虚心树这样 对对对 目前你可以看到中华路上的 慢车道已经有很多的 这路数阻挡的交通 那么工程人员呢 正在拒速把路数移俗 希望能够赶快的 恢复交通状况 环庄轻轨会经过的 大顺路与豆树隧道 也是惨不忍躲 清洁队员一早 就沿线将残枝断叶 送进垃圾车里 恐怕一连要清好几天 中秋假期等于泡汤了 早上我们六点半就开始了 那这中秋节年这样怎么办 没办法都要出来加班 因为整个市农要维护 也没办法了 从今天我们整个动员这个人力 那整个一个廉价期间 我们清洁队的同仁 是不会放假的 那也持续的来进行 整个一个复原的工作 希望在下周在下班 在那个上班之前 能够恢复到我们整个市容 让我们市民有一个 比较干净的一个环境 台风过后 总计有3000多颗的路数倒塌 严重影响市区交通 第二天虽然停班停课 不过市府人员还是得冒着 尖兮兮的风雨 出勤整顿市容 希望让民众的不便 减到最低 港都新闻林嘉明 来长邦采访报道 再来关心的是 为了预防肠病毒 在开学之后引起大流行 卫生局前往前进 公共拖婴中心 宣导正确勤洗手 卫生局表示 虽然今年病例数不比去年多 但是最近已经有 微幅增加的趋势 目前已经有22位的学童感染 6个班级停课 未来一周是危险的关键期 在小白兔姐姐和水精灵带动之下 小朋友一边唱着 我爱洗手的歌曲 一边比着正确勤洗手的动作 要用肥皂泡沫把坏细菌赶走 坏细菌不入口 接着大小朋友在一起示范 但正确勤洗手动作 将湿戳冲捧插五个步骤 牢牢记住 要洗 要洗什么 手 要洗手 有没有洗干净 有 有吗 妹妹有没有洗干净 有 由于8月底开学后 会有一波长病毒高峰期 虽然今年度开学期间 病例数上升的速度比较慢 但仍有2%的微幅增加 目前已经有22个个案 6个班级停课 未来一周将是关键的危险期 在最近的一周 已经有两个百分比的增加 从上一周的801个通报的个案 到最近这一个礼拜的814 虽然只有小幅的增加 但是这是一个警讯 开学之后 通常都有30几个百分比 或是40几个百分比的一个增加 今年可能是稍微延缓了一点 我们相信 未来的一个礼拜 是一个最关键最危险的时间 大家要勤洗手 然后像进来我们资源中心的话 都会量体温 所以也希望每位家长 跟自己的小朋友 也要养成良好的 肠病毒防疫的观念 第一招 肥皂请洗手 擦干后再走 第二招 正常作息 增加个人免疫力 卫生局呼吁学校及托育机构 务必加强交道学童 正确勤洗手 如果有身体不适的症状 应该紧速就医 若时生病不上学 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 避免将病毒传播给其他同学 港督新闻潘志光 来昌邦采访报道 行政院农委会举办 产销履历达人选拔赛 高雄市有三位农民 获得达人的称号 而在美农种植火龙果的 钟绍文就是其中一位 他因为矜持使用 安全无毒的栽种方式 而获得这样的殊荣 真的是当之无愧 从资料上将火龙果剪下来 作为带着斗笠 穿着羽衣的形容 就是获得全国产销履历达人的 钟绍文 四年前从事27年军职的他 退伍后回到高雄家乡美农物农 由于绝对不使用农药与化肥 回乡的第一年 就赔上了上百万的退休金 而他的坚持就只有一个初衷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小孩子身体的问题 很常生病 然后吃东西很挑剔 所以我才想说 以前的二三十年都奉献给了部队 那我是想说 因为我对花花草草有兴趣 所以我在想说 这二三十年 是不是应该要返乡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再加上我觉得说 我种出来的东西安全 大家吃的满意 给你一个肯定 那就是我一个最大的鼓舞 为了种植出 让人吃得安心的水果 钟绍文在市府农业局的辅导之下 顺利拿到了产销履历的认证 以生产安全食物 并且创造与大自然友善共存的环境为理念 身为产销班的班长 他也带领了理念契合的农民 一起为产销履历而努力 一般人讲说 你们如果说自己做自己讲 有一点是没有公信力 那我们就想说 反正市政府在推这一块 那我们就借着说 也很乐意的说就参加 就跟市府反映说 我们班上愿意去做这个 产销履历的一个认证 让消费者能够更知道说 我们的产品是安心的 而且也是经过第三方公证公司的一个验证 对 所以我们才会说 决然的就走到产销履历这一块 中上文的太太胡慧玲 因为丈夫返乡务农 也跟着辞掉原本的护理师工作 全力投入栽种安心的食物 这让原本是门外汉的她 不仅和丈夫一起照顾这些水果 也对火龙果的营养素了落之章 她其实最主要来讲的话 以现阶段就是说 她本身水溶性纤维很高 然后她当然她很多的花青素在里面 虽然她的色系是甜菜跟色系 但是她花青素的含量高 然后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 是因为她有植物性白蛋白 大大小小的火龙果 经过悬果机后 就可以把差不多重量的火龙果分类好 这一栏又一栏的火龙果 就是要送到超市以及宅配给民众的 虽然经历过不少的失败 但是因为客家的应景精神 让钟绍文坚持走安全无毒的栽种方式 才能获得产销履历达来的殊荣 港渡新闻李正道薛婉珍采访报道 三明区福气合体关怀站 是由福气教会成办 关怀站的志工都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 不管是帮长辈们量体温量血压 还是在台上带领长辈跳健康操 志工们都很有热忱的付出 看到关怀站的长辈越活越健康 志工们也感到很欣慰 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里一早就朝气蓬勃 长辈们跟着台上的志工跳起健康操 一手接一手 即使有的长辈不能够久站 但是坐着也很努力地跟着手脚动一动 很棒对输筋对运动对活血 我都站着跳 都站着跳 就螺丝指示 就螺丝地 有没有同手同脚的状况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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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防蝶健康操加强长辈的下肢 肌耐力和平衡感 志工们都很用心地带领长辈们活动 有时还把最新的健康讯息带给长辈 尤其最注重的就是脚尖跟脚跟 常常脚尖 常常坚立起来的话 可以繁殖中风 就是繁殖中风的 所以说他们刚刚开始坐的时候 身体都会往前傾 所以我都一直跟他们强调 你们要这样直地坐下去 直地站起来 后来他们现在慢慢都能够体会得到 在动态的活动之前 志工们还会帮长辈们量血压和体温 记录高低的状况 适时给长辈们关怀 长辈们都觉得很窩心 很好 来这边很好 觉得最近好年 我觉得他们来这里因为 有经过我们的老师这样来训练 他们每天有做动态跟静态的一个活动 那他们的一个资历上跟他们的行动上都有改善很多 福气和体社区关怀站是由福气教会承办 位在和体社区大楼的活动中心 每周二三五三天都可以让社区长辈就进来关怀站活动 港东新闻林嘉敏赖昌邦采访报导 李明的小事就是里长的大事 对于林亚区普天里的里长来说 这句话是身体例行 里面有一间面包店发现地上出现不明宠虫 吓得赶紧请里长来帮忙 里长得知之后 一再向水利局和养工处等单位来求助 最后终于把宠虫赶跑了 李明对于里长的服务都称赞不已 照片上灰白色的不明宠虫 让店家吓得惊慌失措 原来不久前做糕点的谢太太 发现地板上冒出一大堆小虫 由于不知道打哪来 又担心会影响到食品安全 赶紧跑去向里长求助 那个时候就要从跑进来 这个我们做这个生意是吃的东西 从跑进来是很麻烦 所以整天都在扫 感觉就很像蛆 然后怕是水沟可能有什么脏东西 或是捕烂的东西 然后怕是蛆会长那个苍蝇 其实对环境会比较不好 普天里里长柳幸雄先是向水利局询问 看看虫虫是否从水沟里跑出来 但结果并非如此 接着又跟养工处联系 怀疑小虫是从店家门前两棵树爬下来的 这才找出源头 试药后终于将问题解决 我请养工处来 养工处来起先 我告诉他说 这个虫我也不晓得从哪里来 但是树的那个上面的叶子也吃了不少 两边都有吃到 还有这边水沟出来 这边都是从 从这边到那个店面里面 延伸到里面 所以我说 你请你帮忙 看有什么办法 赶快给他消灭掉 用好年冬 带在那里面就对了 结果 隔天 老板娘来跟我讲说 好很多好很多 我就心里笃定了 这个应该是从底根部来了 住家前出现重重危机 还好里长帮忙奔波 终于化解危机 李明感谢里长 里长则说 李明的小事就是自己的大事 当然是大事 李明的小事我大事 我放在心里 我天天想 我天天来看 我真的天天来看 我一看还是有从 我很担心 对很担心 结果现在好了 我们工部门 像我们的清洁单位 清水沟的 环保局清水沟的 还有我们的养工处非常备合 现在讲实话 现在李明至上 不得了 李明至上 他们的小事是我们大事 我的小事是我们上面的大事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无心外头不再见到小宠丛 店家也可以安心制作糕点 受逃 不但店家松了一口气 对于民众吃的安全 也多了一层保障 也难怪 里长柳信雄说 这是一件大事 可不能随便草率 港东新闻张世民王思武 采访报道 高雄知名的气球达人 王永泉经常受邀到关怀站 交长辈折气球 虽然他拥有高超的造型气球技艺 但是他不追求制作大型的作品 反而热爱和观众近距离的互动 特别是他幽默风趣的解说方式 常常逗得长辈们哈哈大笑 自己也乐在其中 常常的气球一下子变成了一只贵宾狗 长辈们看了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更特别的是 气球老师王永泉幽默风趣的解说方式 更逗得长辈们哈哈大笑 是什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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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们讲 压外手表他们一定听不懂 然后跟他们讲 他们这个年纪了解的 那自然就会有呼应 而不是很单纯的在教课而已 从事造型气球已经20年的王永泉 算是高雄地区早前接触这项技艺的气球达人 之后他还陆续结合魔术 主持社团教学会场布置和婚礼顾问等 不断扩大服务项目 当初看到一个澳洲的小丑 看他要教我 Could you teach me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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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my secret I can't tell you 我说火大 看他做 然后我就会了 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气球 这个产业 就是所以我去文具行买了一个很简易的气球 长条的 然后自己用两条气球拼出一只贵宾狗 对 那个时候气球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萌芽了 是退伍后才慢慢的去接触到这个行业 慢慢喜欢 就演变成现在专职去做这一块 一般大师级的造型气球 一般大师级的造型气球总是会以谁的作品比较复杂 比较有创意做评比 但是王永泉不追求这些名声 反而是乐在和观众之间的互动 所以不管是教小学生折气球 还是在街头对不特定的对象表演 观众直接的反应是他成就感的来源 世界大赛他们大部分都是走一些大型装置艺术 去要花很多时间很多人力物力 我比较享受的是及时的快乐 你喜欢什么我就做给你 能够大概在现场能够两三分钟 甚至五分钟内做出来的 对我喜欢跟人家互动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的行赛 大部分都是从事街头艺人 然后还有就是做教学的部分 教一些徒弟 我的徒弟他们也都分散在高雄的各大学校 在教课这样子 大量的留给那些 他们在冲冠军的去做就好了 我们就是走这种民众 清明的一个小型社区的路线 虽然只是在社区里教长辈们折气球 王永泉还是会用他不太轮转的闭南语 亲自上场和长辈们说说笑笑 看到长辈们因为气球而增添欢乐气氛 就是他坚持近距离表演的最大乐趣 港东新闻林嘉敏赖以昌邦采访报道 林亚区凯旋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社区妈妈们学习手工艺 特别找来专业的师资 教导如何制作小饰品 才开课第一天就吸引了五六十位的 李明报名参加 甚至还有小朋友来凑热闹 做出的袜子娃娃也实在很可爱 让李明们都爱补释手 选在晚上举办才艺课程 原本以为乏人问津 没想到五六十位李明挤报了里长服务处 全都是为了学习制作 里长手上这个袜子娃娃而来的 他就是从一只那个袜子 然后经过老师的教导 又剪又缝又用纽扣当鼻子眼睛 非常快乐 所以后来有小朋友看到 要求说改成假日 他们也要来上课 从穿线缝扣扣到最后如何收尾 老师们细心教导 学员在一旁仔细聆听 甚至还有小朋友也加入学习的行列 娃娃手工艺教室玩得非常高兴 小朋友甚至于都要求说 还要再上课 请我们的汪开丽老师再开班 他们也要 小孩子小朋友也要来参加 一些小朋友看到 他就是说很想参与 所以他就是把我们说 可不可以让他们有时间的一起参与 所以说我们会再继续举办下去 原来这是林雅区凯旋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社区妈妈学习手工艺 特别安排的实作课程 里民不仅踊跃参与 尤其成品袜子娃娃模样 真的很可爱 让许多里民爱不释手 他们都很勇热参加了 因为我们这次发展协会第一次首办 以前都没办过 所以说我们这首办 我们只是说看看大家参与的程度怎么样 只有昨天参加 参与的程度都非常热泪 大家也都做得很高兴 所以说这个课程我们想说 如果汪开丽老师他有空的话 允许的话我们想要继续把这个课延续下去 潘理事长表示第一次开课就吸引这么多人参加 打下很好的基础 接下来只要里民有学习的意愿 也将会持续安排课程 让大家都能够沉浸在学习的乐趣当中 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气温26度到32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气温25度到32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气温26度到32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气温25度到32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提醒您最近天气不太稳定 出门前要多加的留意 最后祝福您有一个平安愉快的一天 我是赖昌邦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 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 2号 开 今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我们明天早上 我们都是准时出发 不管这时也有什么 不管官邸也有什么天 都